传闻中说你招入洞玄墓之命 不知一何十月的武境 这次时间花的长了些 用了三天 将夜园注重李曼们破武境只用了三天 那他学会打架用了多久呢 答案是七枚走了六步的时间 书记上文突然出现在场中的人自然是只手冠冠主陈某 夫子离开人间之后 他和玄空寺讲经首作 便是这个世界上最至高无上的存在 如果他早些出现 大师兄没有办法杀死那么多人 大师兄不想杀人 所以说他来晚了 不过正是来晚的这么一瞬间 李曼们已经学会了打架 大师兄望向自己腰间记着的木瓢 看着上面出现的裂痕 君母说的对 打架就是用坚硬的事物去打击敌人脆弱的地方 须尽全力不可心怀仁慈 贯主一面飘飘消失在原地 与此同时 李曼们突然出现在七梅大师的身后 随着一击重击 他的木瓢碎了 与此同时 七梅大师的头仿佛被一座山碾压过般 严重变形 即便肉身成佛 如今也只是摇摇欲坠的倪胎佛像 七梅大师跌坐于地 重伤不能再起 就在先前那瞬 他把真正学会达家后的第一击用在了七梅大师的身上 而也就是在那一瞬间 他也险些被轻衣道人重伤 轻衣道人看着李曼曼有些满意的说道 你境界不如我 请没有想到在无惧的道路上 你走的竟然比我还要平稳些 传说中 说你招入洞悬木之命 那你何时月的武镜 大师兄回答道 这次时间花得久些 用了三天 轻衣道人笑着摇了摇头 他的笑容很洒脱 他的双手虽然附在身后 却怀抱天下 大师兄沉默不语 离开 轻衣道人也随之离开 人间第一次无惧之战 就这样开始了 两人一人在前一人在后 瞬息便踏遍了人间的山川河流 每一次出现的时候 李曼曼肩上的伤便会重一份 轻衣道人却没有什么事 南海深处的一个无名岛 一根短木棒插在砂石中 看上去很普通的木棒 实际上很不普通 因为主人离开了人间 所以他才会被遗留在这里 书生出现在沙滩上 他低身连起这根木棒 轻衣道人随后也出现在沙滩上 轻衣道人说道 走了这么久 累不累 大师兄说道 与灌主相比 我还年少 话音一顿 大师兄继续说道 灌主果然走得很快 若找不到这根木棒 我真不知该如何办 轻衣道人微微一笑 就算找到了父子留下的木棒 你也只能再支撑七天 你慢慢很满足 因为七天的时间 足够大唐西军 击溃越伦国的入侵之敌 足够宁却掌握长安城的 这座精神镇 足够书院做很多事情 不过轻衣道人并不同意 因为在他看来 七日之后 书院将不复存在